但您关心宜兰台七线94.5公里处的最新情况 只见山壁边大量水势像小瀑布般汹涌冲刷下来 一旁小水沟也出现小泳泉 湍急水流从上方一路冲下来影响交通 行进车辆渐起水花 一旁边坡土石摊方滑落 大量土石夹杂树枝堆积在道路上 经过工程单位努力抢修 目前踩单向通行 另外昨晚苏澳镇山区也传出土石流状况 苏南公路山侧坡面土石整个崩落 边坡整个光秃秃 大量土石全积在道路上 双向车道受阻无法通行 远景也赶到场 检视现场状况 公路断则立平下午要抢通 苏澳大雨下不停 白米溪上游也出现溪水暴涨情形 沟滚泥流不断冲刷 提醒民众山区状况多 尽量别靠近山区